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案例 说上网为什么这么慢 对打开网页 经常有员工 因为我们在前面就跟大家说过 现在互联网的90%以上流量 还都是通过web 都是网页 基本上都基于网页 很多都可以基于网页 所以我们现在默认就把上网 就当着HTB服务的一个代名词 是吧 OK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当然经常说打电话 说为什么我们上网这么慢 打开一个网页要好久才能打开 对吧 做个什么 做个什么事 做个非慢 经常遇到 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种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这个问题比刚才说打印记打不出纸 还能解决 至少很多东西不能工作 打不出这个东西是直接我能够知道 能够判断可能是点问题在哪 你这个上网太慢 它又不是不能访问 对吧 它又是能访问的 但是又可能就是特别慢 你这个就无从下手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下手 那么我们就抓个包看一下 还是这么一个托普 我们从我们的PC到我们的服务器之间 这样的一个托普 然后呢 我们在抓包之前要分析一些什么样的 分析这个解决方法的思路 上网流量流量一般通过TCP的HTTP协议来传说 导致上网流量卡顿有很多种可能性 对吧 不是一种 通过Wordshake抓包 抓取数据包分析问题 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这只说了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不是说你一抓包就知道找到 就能找到说上网 这个很卡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就是抓包 就是抓取正常的数据包的通讯过程 对比对比法才能够很快的确定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没事就多多多抓一点包 多抓一包你就看看我们正常的电脑 就是正常的通讯过程当中 大概一个PC要发出多少个包 对吧 它大概发出哪些包 然后你在不正常的时候 第一眼就能够发现问题点在哪 就跟刚才 对吧 我们DNS有错误 我刚刚一直在 我一打开包 我就感觉我看错包了 因为它没有DNS 对吧 因为它没有DNS 我知道肯定是要发DNS的 那不是 那个其实是上host的文件有问题 对吧 所以你经常看 然后发现问题的包 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到底是什么 大概是少了什么包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正常的HDP数据的通讯过程 这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流量 TCP的三次握手 然后get 对吧 在进阶片里面讲了HDP 这是它的一个获取的方式吧 叫请求的方式 有get post 对吧 port delete 对吧 最常用的就是get和post ok 然后下边开始去get一些 它的一些网页的信息 好 卡顿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观察time 他既然说卡嘛 又不是不能访问 肯定是有正常的TCP30握手 肯定是有HDP正常的数据的get和post 还有post 是不是 这些应该都有的 他既然说卡 我们关心的应该就从这开始关心 我们从它的时间左右开始关心 对不对 ok 所以正常情况下的网络访问集都是毫秒级别的 毫秒级别不是秒级别的啊 秒已经很慢了 都是毫秒级别的 所以正常通讯的流量全程花费的时间其实是很快的 这是一个正常包告诉你时间大概是多少 这就是你要参照的时间 听懂意思吧 ok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上网慢的这个时间大概有哪些可能性 先看啊 慢速通讯确定延时发生在什么位置 我们对于上网慢 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 它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数据发生的delay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ok 先看 如果我的主机给你发S1 你给我回了S1加ACK 特别的慢 我这边直接给你发了 你给我回S1加ACK特别的慢 说明这是线路延迟 要搞清楚 TTP三次握手S1加ACK加ACK这个包很小 我们算它长度的时候算的是多少 是不是一啊 是不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的包在网络当中可以完全可以忽略 我网络是1500个字节 相当于1500115分之一啊 1500分之一 听懂的意思吧 所以应该是非常非常小 那我发了S1 但是你的S1加ACK要隔个两秒或者说0.1秒 这样的速度 一秒或者两秒 秒级的来给我回S1加ACK 明白是吧 有可能就是你的线路出现油塞了 OK 然后呢 我给你回ACK 我立刻给你回一个ACK 我给你回一个ACK 但是呢 ACK 就过去快 这边也快 好 接下来我要给你回ACK了 我给你确认 对吧 那这个时候代表的是客户端延迟 这也能理解的吧 我我我应该很快给你回ACK啊 但是我等了很长时间 但是ACK还是没有回啊 或者说ACK特别慢 当然这里 这个ACK回的慢 既说明既有可能是客户端的延迟 也有可能是线路问题 因为ACK和S1小 如果他们都很慢 才能到才能回在 才能在链路上发给我的这个服务器的话 都有可能说明是线路延迟 听到意思吧 OK 好 继续 如果是服务器 所有的数据班在发送的时候 要等到服务器给我做确认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是我的 服务器端延迟 对吧 服务器端延迟 那我们看一眼 这个分析班主要就是告诉大家来分析这个时间戳啊 OK 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说这个图 我们通过时间戳 要能够找到到底是哪个和哪个包和哪个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里有几个技巧 前面讲的技巧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分析时间戳 它的时间有很多种体现方式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种体现方式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视图当中的时间 在这 时间格式 对吧 它正常的是以自动捕获开始 经过的秒数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用相对时间 上一个分析秒 就是它会是一个相对的时间 就是每一个包相对 你会发现哪个包 这个包经了 相对于经过了七秒啊 这是不是很长 对吧 两秒 也就是第一个包发完 第三个包 隔了两秒钟才发 第三个包发完 第四个包隔了七秒钟才发 能听到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包去分析 到底是哪一个包相对于上一个包所发的时间 是要久一点 那花的时间久 很显然就会导致我网络的慢 会导致网络当中特别慢 明白 所以这个实例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数据包 只是一个解决网络很慢的一种解决方法 我们在抓取一个 我们要经常留意自己正常通讯的数据包的一些组成 对吧 然后正常数据包的一些时间间隔 它们基本上都是毫秒级别的 基本都是毫秒级别的 OK 那么故障的时候你去抓一个包 主要分析的其实应该是它的时间戳 我们把所有的时间戳来进行分析 OK 那么 时间戳的分析最好把它的时间格式改成相对于上一个包所花费的时间 而不是根据他默认的说从第一个包开始计时 对吧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 应该把时间的体现方式改成相对时间 而不是绝对时间 然后再去分析 再去通过这张图去分析 到底是哪个包所发送的时间会长一点 明白的意思吗 OK 到底是哪个包所花费的时间长一点 这里头最有可能的就是三种情况 要么是线路延迟 要么是客户端延迟 要么是福西端延迟 OK 好 线路延迟怎么解决呢 线路延迟的解决方法有两种 如果你发现到可能是线路用材 有两种 第一种最简单的就增大贷款 这个原来原来十兆你换成一百兆 那肯定不赌了 对不对 第二种情况是做QS 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加带宽了 但是有些公司他预算有限 他说从一百兆升到一千兆 他觉得太贵了 对不对 又不想加带宽 又想解决这个带宽 又想解决上网卡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用QS QS意思就是说大家资源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用QS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有选择性的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用QS 大家都是先到先得 对吧 老板的流量进来了之后也会被挤掉 有可能会被挤掉 听到了吗 用了QS他就会有选择 比如说把公司当中的几个大佬 把他流量匹匹出来 就再怎么用筛 这几个大佬的流量绝对不能被卡掉 那么要卡也卡那些小的员工 是吧 小员工的流量 所以这就是QS要做的事情 在有限的资源当中 有选择性的保证某些特殊的 或者敏感流量的发送 OK 所以从结果来看 QS并没有增大贷款 他只是合理的拒绝掉一些普通流量的 明白是吗 他把一些普通流量干掉了 敏感流量保留 用筛的时候啊 好 如果是客户端也是我们怎么解决 Client 客户端的延迟比较大 那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可能是你软件的性能可能是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主机的性能可能有问题 对吧 就是从性能角度去分析 明白吗 OK 客户端出现问题肯定是你的性能跟不上 不用想的 OK 服务端的延时 好了 这个问题就多了 服务器端的延时 可能你现在服务器并发的数量过高 因为你是一个提供到多点访问的一个点吧 大家都来访问你啊 你可能你的这个绘画的数量过高 半开化连接过高 半臂的连接过高 你就要看他的TCP的session 听懂的意思吗 是不是有一些session没有清掉 一直挂着半开或者半臂 它其实是影响 是占用它的缓存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TCP三次握手的时间 等待的时间是不是过长 人家给你发个s1 你给人家回了一个s1加ack 他一直没有给你回ack 你一直在等 是不是也占用它的缓存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从TCP角度去优化的 服务器端是最复杂的 就很多人都来访问你啊 你可能肯定有很多很多的session 你可以试着把服务器的某些 这个已经停掉了很长时间的半开货半臂 你把它清掉 腾出一些资源出来 它才能有一些额外的硬件上的东西 去对你进行处理吧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优化的东西 都是可以去缓解我们网络过慢 对吧 所以其实网络上网特别慢 没法 其实没法去提到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尽可能的缩短每个数据包的RTT 就是往返时间 尽可能的缩短 OK 那你就会觉得上网做得会快 好 这个是上网 解决 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啊 这就不过来吧 好 感谢观看